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名制购买快筛剂的政策已经上路了 但是许多民众还是买不到 议员就几乎要求市政府自己买 市长林友昌则表示 一个月前就已经下定20万剂 但是遇到实名制快筛剂征用政策 厂商只能供应1万剂 就没有办法出货了 新冠肺炎疫情快速升温 虽然实名制购买快筛市剂政策已经上路 但是许多民众大牌长龙后还是买不到 议员几乎要求市政府自己买 基隆市的所有市民 要满足一次三加四的检验 那我们可能需要这个数字很惊人的 我们需要462万剂的快筛试剂 我们的快筛试剂 请问市长 我们是不是可以动用预备金 我们来去帮我们市民来购买快筛试剂 整个目前快筛 这个能量不足的情况之下 中央又没有给我们 所以在这边是不是我们基隆市这种 能够自己去买一些快筛试 七堵区尤其在郊外的有五个里 那老爷要坐公车 坐到那儿去 刚好摆好了买完了 那些只好在那边烫荒 那些长者想购买一些快筛试 连排队机会也没有 而那昨天又通过了唾液的筛试剂五十几块 既然中央没有办法给我们自足 那我们自足应变嘛 林市长 我们干嘛自己来购买这些赛计 来供应我们金融市所需的一些赛计 中央是那么好做的 我想我只有八个字 对中央 对中央说大言不惨 贵话连篇 我想每位议员大家都感同身受 归咎就一句话 我们中央指挥中心没有朝前部署 市长林又昌则表示 一个月前就已经下定二十万剂 但是遇到实名制快筛计征用政策 厂商只能供应一万剂 就没有办法出货了 那不过因为4月14号 我们下定之后 中央也认为快筛这个事情 值得往前面推 所以后面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中央开始进行这个征用 那厂商就后来就没办法出货 所以我们订了二十万剂 他只出了一万剂给我们 对我们现在来说是杯水车薪 因为一万剂根本就不够用 那到目前为止 厂商也没有办法再进一步出货给我们 所以各位预作关心的 我们在4月14号我们就一定了 就是将近是一个月前 我们就已经做这个事情 另外市议员郑文庭在议会中指出 他们有听到民众购买后囤积 再以高价卖出赚取灾难财 对此市长刘昌表示 会要求相关单位进行查查 新冠肺炎疫情快速升温 虽然实名制购买快筛 试剂政策已经上路 但是许多民众还是买不到 市议员郑文庭更指出 他们听到有民众购买后囤积 再以高价卖出赚取灾难财 每个药局都在排队 而且时间还没开卖的时间 距离开卖前大概一两个钟头 就有人在那边排队 排队买来之后一记一百块 我们听到的有人加价卖出去 这样的行为 我希望警政单位能够协助 去了解是不是有民众 刻意的囤积 借此来发这个灾难财 对此市长林又昌表示 会要求警政和卫政相关单位 进行查查 一般人要囤积 可能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如果是实名制的话 他一插卡进去 就是每个人只能买一盒 那你家要去收很多的健保卡 来那个插卡 大概比较困难 那他量可能也比较少 不过我们 我们是希望就是说 有一些厂商 有一些厂商 他可能手上有货 那这部分我们不是很了解 那是不是有人囤积 我想这部分我们会请 这个警政跟卫政单位 也把这个问题做反应 来做一些市场 市面上来做一些查查 我们是不需要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全民防疫的时候 我一直在讲 民众的公德心 还有自律是很重要的 民众的公德心 跟自律很重要 为了提供孩童更好的保护力 金融市幼儿施打疫苗 5月4号起 在东光国小开打 金融市教育处指出 根据目前的统计 有四成的家长 是同意让小孩施打疫苗的 因此预计学童接种作业 会在5月27号完成 打完这些品牙要多喝水 好不好 来生互吸哦 好办 小朋友玩起衣袖 勇敢接种疫苗 这里是金融市东方国小 为了提供学童更好的保护力 金融市政府从5月4号起 开始进行全市6岁以上 幼童疫苗施打作业 金融市教育处方面表示 全市16000名国小学童 已经回收了7000份 意愿调查表 其中有四成家长 同意施打疫苗 金融市政府从中央接到 4月25接到中央的指示之后 我们在4月27的部分 就透过很多管道 让家长先去享阅这些 接种须知 那目前这个客校 因为有停课停办的状况 不一样 所以这个表单正在回收当中 那目前大概回收7000多份 那施打的意愿 大概占接近40% 第一所开打的东光国小 就有20几位学童 同意施打疫苗 有家长认为疫情升温 还是早一点打疫苗比较好 护理师有针对全校的师生来做 有关疫苗施打的一方面的 卫教宣导 那目前收过来的人数 当然就是陆陆续续有一些变化 不过大概到今天为止 大概有接近30个人左右了 所以接近我们比率大概是三成左右 因为现在确诊率太高了 然后至少先打能预防重症 那个重症比率还比打那个副作用还要高 所以说打其实防范那个重症比较好 小朋友则是坦白说自己还是会害怕 你怕不怕 怕 怕什么 副作用 那要怎么办 多喝水多休息 害怕 很害怕 你说 怕 害怕什么 害怕有症状啊 我很痛 打针的手是你的飞罐用手 在学校老师与校户提醒下 小朋友依序进入 经医师评估后完成接种 打完疫苗的小朋友说还是有点痛痛的 酸酸的 酸酸的啊 还有呢 会有点痛 医师也建议家长注意小孩 施打完疫苗后的相关症状 注意发烧 特别是那个呼吸道的问题 喘啊 或者是精神不好啊 烧不退 那这个一定要再继续看一次 假如说情况越来越严重 那是一定要去的 直接去大医院 直接挂急诊就可以 但是比例并不是很高啦 所以家长也要放心 经济市政府教育处方面表示 全市学童第一剂疫苗接种作业 将持续到5月27号为止 提醒家长 如果小孩没有依规划日期 在学校完成接种 也可以在两周内 到负责的医疗院所施打疫苗 记者张启腾 金融市民传国中男子篮球队 在主将受伤 整体身高又不如人的状况下 一路闯进了全国前四强 市议员童子委也特别邀请 男女篮球队员共享披萨大餐 鼓励他们继续精进球技 为下一座全国冠军迈进 一个成功的防守 超球快攻上篮得分 这是季后市民传国中男男队 在今年JH毕业了 国中篮球赛的精彩比赛情况 不过连续拿下两次 全国冠军的民传国中男男队 在这一次参赛过程 却充满了艰辛 首先是球队主将 也是队长的陈宇浩受伤 无法在八强赛及四强赛上场 为球队做出贡献 让他相当自责 在八强的时候 打了三场就受伤 所以打到后面就 我没打 然后剩下的撑 所以就打得比较辛苦 还有与对手身高上的差距 也让民传男男队吃足苦头 只能拼命卡位对抗 内线比较不好 几乎都是靠外面在进攻 然后里面可能就只能 自己抢二波 然后再得分 不然就接小球得分 陈拿下最佳教练的徐伟胜表示 这一届球员的身高虽然比较矮 不过球员们的拼战精神 让他感到骄傲 校长王淑芬也认为 球员们的坚持跟态度才是关键 那当然有一些状况不如预期 是我们的主将受伤之外 那没办法 就是遇到了 那我们也是跟小朋友讲 就是尽量去打 那最后拿到这个第四名的成绩 虽然说还可以更 但是这五年以来 我们一次全国第二 然后两个全国第一 然后包含今年的第四 五年四次全国 那我觉得这在全国一组的球队里面来讲 我们大概是数一数二了 那光是这一点 就值得很替他们骄傲 我要说的是 他们一直以来展现的就是最佳的风范 我跟孩子讲 当然民事没有人不在意 但我要说的是 我觉得在篮球的这条路上 我相信民传国中篮球队 让这些孩子 心里面从打内心热爱篮球 也对篮球这件事情的坚持跟态度 我觉得那才是最关键的 一路陪同 民传国中篮球队 征战全国的金融市议员同志委 也特别请所有球员享用披萨大餐 希望鼓励他们继续精进球技 再拼一座全国冠军 鼓励大家还是希望 我们未来不要放弃 这只是一场比赛 一届的比赛 未来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现在的失败不代表未来结果如此 你们现在就应该想好 我们的同学现在想好 未来是否继续打篮球 如果继续打篮球 我们还有机会再拿冠军 我们就在希望这个鼓励大家 而且我们这次的比赛 仍然拿出非常好的精神 就是民传的精神 就是我们最努力的精神 希望大家继续的努力 我们未来仍然可以拿到好的成绩 民传精神永不放弃 记者张琪腾记有报道 公办民营的七堵区马林国校 在高涨的疫情压力下 全校师生快乐地迎接102岁校庆 特别是拥有马林披萨窑 菜园以及贡龙市邮聚的生态园 也同时落成启用 校方特别感谢在经费上 全力支援的金融市议员张耿辉 在户外吃的马林披萨窑 由志工叔叔们现做现烤出来好吃的素食披萨 马林国小六年级小朋友们笑开怀 这好不好吃 好吃 好吃 好吃哦 好的一个生态的一个园区 你们自己觉得好不好 好 好哦 为什么好 就可以在这边玩 可以在这边玩 对啊 新冠肺炎疫情虽然严峻 由福治文教基金会公办民营的 七堵区马林国小 仍然在高张的疫情压力下 全校师生欢度迎接102岁校庆的到来 特别是拥有马林披萨窑 菜园 生态池 以及贡荣市游具的生态园 也同时落成启用 让全校师生都非常开心 更特别感谢在经费上 全力支援大约200万元 完成马林国小生态园的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小朋友在我们的马林国小的校内 是没有游乐园的 那这是游乐园还有生态园 其实是小朋友很期盼 那所以呢我们就创造了这个空间 那就谢谢我们的议员 这两三年来 然后呢包括我们的楼梯 包括我们的整个步道 然后还有前一阵子 我们的这个披萨窑台风的时候 整个都吹走了 那就谢谢议员 关心马林的孩子 关心我们的学子 就是重建了我们的马林生态窑 然后还有整个的步道 让这里变成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休闲环境 层如校长所长的 尤其教育的工作是十年数目百年数年的神圣使命 为了让我们马林国小孩子 学习的子弟们有一个愉快快乐的学习空间 这个当我身为民意的民意代表应该义不容辞的 那另外其他有 这个辖区里面有学校 或是其他有学校的需要我协助的地方 只要我能力所及一定义不容辞的来 前进来支持它 占地大约五百坪的生态园位在马林国小旁边 两年来经过校方权力要地整地规划 以及张耿惠议员经费益助下 终于完成启用 让马林国小师生可以利用大自然环境 作为户外学习教室 寓教娱乐快乐学习成长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祠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欲佛节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此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此云寺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金融市安乐区发生了一起连续飞车抢案 一名身穿羽衣的郭信嫌犯骑着偷来的机车 先后抢夺了两名落单妇女的背包 共得手1700元 警方获报寻现歹人 警方不到一天内迅速破案 市议员郑凯玲陪同被害人到警察局 所以感谢警方的辛劳 抢匪犯人之后 跑到人鱼路吃绿豆汤 才走出门口 几名园警立刻蜂拥而上 将他压制 因为他偷了三辆机车 三辆人跟他说 再等你 嫌犯不只偷车 在几个小时前 他连续犯下两起机车抢案 对 几乎都是人很小手 对 这样挺危险的 对 我看你都走里面 对 我喜欢都走里面 因为那边车子来回走 很危险 我会蛮担心的 因为我家也有女生 会走这条路上下班 但我自己会担心 我可能会提醒他们 案发地点在安乐区 有毒品前科的郭姓嫌犯 先是在安乐高中前 抢了一名若丹夫人背包 得手700元 四个小时后 再到三公里外的乐立尔街 用一样的方式抢了1000多元 本分局于4月29日接获民众报案 照不详嫌犯骑乘机车 抢夺随身包包及财物 经教育监视器发现 嫌犯是骑乘张车尾随 并徒手行抢飞开的财务后逃逸 但嫌犯人十岁之位 于犯案不到四小时 竟再次犯案飞车行抢 本分局获报后 立即组成专案小组 展开查契 经专案小组 锁定嫌犯骑乘的张车 并立即通报信上警网 实施燃结尾谱 犯前立即为警网 难过人车查够 取完清证讯后 依抢夺 切刀对写 移送机轴刑署证办 警方还查获了针筒 抢来的现金七百元 以及嫌犯最爱吃的零食乖乖 不过当地里长说 这里没有路灯 很容易成为自然死角 我们乐立二阶 从60号开始 到62号这一个之段 这个时候 这里晚上 因为这路灯已经申请好多数 所以它做成外置型 照两侧 一个内侧 一个外侧 那这里因为 就是面临到山坡地的时候 住比较多 然后这里的人大多数 晚上的人 回壮关里的人的居民 大多数都用走路 不管你是大到公车也好 或者是做到公路客运 从台北下班回来也好 下课的学生也好 全部大部分都是走这条路 从这边走上来 因为这里稍微比较暗一点 然后有时候安全上 有时候车速流较快 因为这里的车子流量本身 必须也是很大 然后这里每天 现在像现在出出路路的人都很 警方在短短时间内抓到了嫌犯 让妇女不再担心受怕 金融市议员郑凯玲 陪同被案人到私分局 感谢警方的辛劳 我以为是我挡到她的路 结果她又靠近我 然后就 因为我皮包是背着 鞋背 鞋背 然后她就从这边 要拉上 昏暗的地方 然后就被这个抢匪给抢了 而且当时她是 皮包是鞋背着的 然后她有听到摩托车声音 她想说说是不是她挡住路了 还靠边一下让摩托车过去 结果抢匪竟然就从她的这个皮包 就这样把她抢过去 而且那一处她的脖子 旁边都是有伤痕累累的 所以在这边 我们那个受害者也非常感谢我们警方 在不到三个小时之内 就将这一个案 那个抢匪 逮捕到案 让她心里的那颗大石头 整个惊慌 惊恐的一个心终于放下来了 真的是让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可以好好的睡一觉的时间 所以在这边 她今天特地要来感谢我们 我们私分局所有的警员 这样的协助 让她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破案 让她能够安心 虽然人抓到了 当地理长呼吁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比照全市 在当地路段多设一点灯 保障夜归民众的安全 记者黄绍明 您将报道 银法族被诈骗的案件实有所闻 中家宽平吉隆到中山区热林学习中心 宣导媒体试读 呼吁长辈不要乱点不明的网站或者是连结 收到可疑的讯息一定要查证 中山区热林中心的长辈们聚在一起看媒体试读的宣导影片 中家宽平吉隆的讲师来到中山区 透过影片向长辈们分析 不要一昧的相信手机收到的讯息 一定要思考判断一下是真是假 因为有时候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老人家 他用了二十多岁的相片出来 来骗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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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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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天真的很多 就是我们要辨识一下 要查明一下这样子 我就是给他切掉 他的他那个讯息 我马上就切掉 就不可能去转传 就是讲我们自己感觉 这个讯息是假的 我们就不要 不会去相信就对了 每天收到的假消息之多 让长辈提高警觉 深怕被骗 中家宽平吉隆的讲师 也提醒长辈 收到可疑的讯息 不要转传分享 避免触发 有一次我相信的一件事情 是某一个亲戚发来的 所以很重要 他在台北 但是我发布 我发出去以后 人家告诉我那是假讯息 从头删到尾 要删了一个小时才删完 对啊 所以索性都没有发生事情 但是告诉你们说 从此以后 我不太敢发布任何讯息 因为我们不是记者 我们只要听来的讯息就好 不要乱传讯息 我可能会上电脑的Google 或者说用LINE的 查证讯息的一个平台 反正主要是自己要多去 找一些资讯的 别家的资讯的报导 来比较来分析 千万不要还没有分析清楚 之前就随便乱讲乱传 那我们发现有很多的热灵长辈 每天都会接到一些讯息 但是呢 这个讯息的辨别 可能这些长辈不是那么清楚 那今天呢 这个媒体 这个辨识的 这个能力的 这个素养 让这些 长辈们呢 能够 从这些 看影片当中 来了解说 哦 原来 我们怎么样去辨识 我们每天所收的 这个讯息 要把它 这个 辨识 然后怎么样删除 不要太轻易的 相信所有的 这个讯息 我觉得今天 透过这样的一个课程 让我们这些长辈呢 收获非常的多 面对假讯息的威胁日增 长辈们在接收讯息时 也变得更加小心翼翼 也感谢中家宽平吉隆 来宣导解说 让他们对于相关法令 与查证的方法 更加了解 术卫时代 聪明事务 中三对你 在 记者陈淑平 吉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青森电台 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 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 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 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 查证的习惯记得 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 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学着疫情升温 假消息满天飞 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 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 加入LINE好友 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 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GoPen 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转贴到买GoPen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 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转达给亲朋好友 记得收到疫情传言时 不转发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让我们一起 对抗病毒正向防疫